这个城市怎么感觉跟空了一样 就都没多少人想不到 怎么这么少啊人 天呐 然后很多人都在看中央四台 我记得 槟城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城市 主要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为主 这里也是多元文化交流与并存发展的乐图 也是华人最多的城市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随处看到很多店铺的招牌都是中文 很多人使用的语言也都是中文 你会有一种自身国内的感觉 很多中国的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这不 那个刚一下轮渡就看到了这个 感觉一下子就穿越到了潮汕地区有没有 这里的小吃也是媲美潮汕 除了保留中华美食的传统之外 柠檬薄和香茅椰浆的加入 使得这里的美食多了几分南洋风味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娘惹菜了 那个来到这里吃的第一顿也是最难忘的一顿 就是福建面 这里还有福建面的比赛 同时大马的华人好友还告诉我说 福建面的精嘴呢就是这个辣椒酱 每家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哦 有兴趣的小伙伴来槟城的时候 每天都可以尝试一家不一样的福建面 说不定就会有新的发现 之前有去过厦门 可是这个福建面我还真没见过 福建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吃过吗